就在8月初 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 从圣底亚哥港口起航 已搭载的海军第二舰航空连队中 包括一个F-35C战斗集中队 这是美国海军第一个成舰制部署的F-35C作战单位 再加上美国海军已经搭载的F-35B 并且搭载的F-35B 并长期在日本部署的美类舰号两栖攻击舰 美国隐身战斗集在海洋上的部署速度很快 今年晚些时候势必会出现F-35B 和F-35C同时出现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局面 对此 很多军迷不禁要问 中国海军隐身舰载机究竟在哪里 目前国内适合作为隐身舰载机的 无非就是C-20与C-31 其中支持C-31上舰的生意无疑最大 甚至美国人都已经非常贴心的 为C-31射转出了C-35的编号 目前国内支持C-31上舰的原因有很多 而核心因素有三个 第一 C-20太大太重无法上舰 而C-31体型较小 更适合狭板狭窄的航母 第二 美国法国甚至印度海军的航母 允搭载中型舰载机 中型舰载机已经跟不上发展潮流 第三 C-31上舰后可以改装成陆上型号 扩充国内隐身战斗机数量 还能用于出口外销 扩大国际影响 不过 仔细分析起来 这三条看似无懈可及的理由 其实并不可靠 首先看第一条 C-20的尺寸和重量 从中航公布的 除了C-20图片 结合C-20 机体附近的车辆 以及人体身高 可以结算出 C-20长度在20米左右 相比于C-31的16.9米的长度 确实要长出一件 但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辽宁舰和山东舰 两艘航母上搭载的C-15舰载机 长度已经超过22米 既然C-15都已经上舰 那么比C-15尺寸更小的C-20 在体型上并不存在不能上舰的问题 再来看看C-20的重量问题 目前并没有权威的C-20空中数据 但有西北工业大学 相关研究人员的文章 和中航工业研发人员的 半公开讲座有所设计 提到C-20重量为15吨 较之美军F-22隐身战斗机的 19.7吨空中轻了近5吨 有分析认为 目前中国航空材料技术 并没有达到领先美国5吨的水平 试出及此否定 C-20重量属15吨级的观点 但实际上 这只是标准不同所引发的问题 美国军方和F-22制造商 诺马西德·马丁给出的 19.7吨重量 并不是大众理解的空气重量 实际上是在计算飞行员 及穿戴装备 润滑油等辅助油料 甚至包括 两吨超音速巡航需要的燃油 机炮和格斗弹药在内的状态 美国上一代重型战斗机 F-15空重量 不过13.5吨左右 F-22即使由于 诸多隐身措施增重 也没有道理在材料 核制的技术进步的情况下 比F-15重出6吨多 更何况 对F-22这种尺寸的战斗机而言 倘若空重真的达到19.7吨 再加上搭载的燃油和弹药 想要进行高达 1.6mAh的超音速巡航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事实上 路马还给出了 F-22另外两个重量数据 分别是14.3吨和16.3吨 其中14.3吨 应该是出厂裸机重量 不包含任何航空设备 再加装各型航电后的 真正空气重量 应该是16.3吨 当然 随着美国空军 列F-22进行各种改进 其重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但广义上的空重 16吨并没有多少问题 G-20的出现 比F-22晚了十几年 受益于液体金属电磁速成型 3D打印等先进制的技术 以及全球领先的 8万吨大型磨压断机 空重比F-22低1-2吨合情合理 也符合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G-20真实空重15吨级的情况下 即使上舰改造会增加7%到11% 其满载弹射起飞的重量 也不超过32吨 完全在现代化 弹射器工作指标范围之内 而其降落重量更是不超过20吨 距离现代阻拦所的上限 23吨还有很大余量 也就是说 G-20上舰完全不存在重量问题 对于国际上 中型舰载机大型骑道问题 也是各有现实原因 目前各国的航母中 法国和印度只是背跑 因为这两者自身装备的就是 4万吨级的中型航母 中国航空工业 发展受到的限制也很多 想要搭载重型舰载机 实在是有心无力 真正值得讨论的 其实是美国海军的F-35C 在F-35的三种型号中 F-35C的服役时间最晚 根本原因在于 美国海军的排斥 美国海军舰载航空兵的规模 受到航母数量的直接限制 每艘航母搭载的舰载机数量 更是板上定定 在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追求单机性能更强的 重型舰载机是一种本能 对于F-35C 这种被国会硬塞进来的中型机 美国海军打心眼里不满 但是在F-35C研发的时代 中国海军的爆舰潮还未开始 俄罗斯海军衰落之际 归宿内海 美国海军纵横四海 半个对手都看不见 理论上F-35C就可以达到 碾压众生的效果 于是美国海军被迫咽下F-35C 这颗并不甘甜的果实 等到歼20航空收拾 美国海军意识到 F-35C已经不具备单机性能优势时 自然已经在F-35C的道路上陷得太深 想拔出泥脚也不太可能了 这也恰恰是 目前歼20和歼31 谁上见问题的关键 由于歼20比歼31长输三米多 机体和机翼也更大 在同面积航母甲板的情况下 歼20搭载数量要比歼31少三分之一 以辽宁舰为例 如果将歼15全部换装为歼20 其搭载数量应该是24架左右 但倘若全部换成歼31 其搭载数量突破30架并无问题 这种搭载数量带来的优势 在对地对海打击能力上的提升非常明显 数量越多 在典型的小规模 多波次攻击能力上就越强悍 使用灵活性及出动力也能得到保证 事实上 中型舰载机的这些优点 也是美国F35C 法国阵风M 印度米格29K服役的根本原因 但问题在于 解放军舰载航空兵的首要作战目标 仍是美国航母打击群 数量有限的航母舰载机 需要将美国航母打击群的防空窗打开缺口 为后续的大规模机群和反舰导弹突击 鉴定基础 至于冷战后期 苏联海军的作战策略是一致的 当时 苏联海军远程反舰导弹理论 作战距离已经超过500公里 美国海军卫士 特意研发了F14重型舰载机 携带AIM-54 不死鸟远程空空导弹 掩护航母编队 意图凭借强大航程和远程空空导弹 先发之人 摧毁苏联海军的远程反舰导弹载机 在战场制空权 确定生死 双方比较压榨战斗机潜力的 制空权争夺战重 单机性能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歼三十一的数量优势变得不是那么重要 而歼二十飞得更远 制空时间更长 携带弹药更多的优点 恰恰是歼三十一始终无法达成的 却又是中国海军最迫切的性能要求 最后看第三条 直至出口外交的道路 从外表上看 歼三十一先海军 在空军最后出口 并垂量审飞 研发设计水平的道路 堪称是一击四尺 绝对是世界航空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但最大的问题在于 钱从何处来 歼三十一本身是空军招标项目中 与歼二十竞标失败的产物 目前生产的技术验证机 均是沈飞自己筹借资金 设计之道 主要进行战斗机早期的设计验证实验 花费资金还不算高 空中试飞的次数也不多 而真正需要花费 海量资金的后期试飞项目尚未展开 对现代隐身战斗机的颜值而言 直接意味着动辄上百亿美元的支出 对十年内 舰载机需求量 不过一百多架的海军航空兵而言 不可能独自担负起 歼三十一高达上百亿美元的研发资金 想要切实推进歼三十一项目的发展 必须由装备大户空军提供支持 换句话说 新海军本身就是不存在的 应该直接由空军挑大量 歼三十一某种程度上 延续了沈飞四代重型机竞标失败产品的思路 其设置理念本身就是以空军需求有不合之处 再加上沈飞在歼十一币研发项目上的失误 空军未必愿意耗制数十亿美元 和海军联手去支持歼三十一这一项目的发展 归根结底 沈飞隐身机型与歼二十的竞争种失败后 就已经丧失了最好的战略机遇 失去了空中投入的全部资源支持的可能 想要重新获得空军的青睐 就不仅仅是一具高低搭配 海空兼容 对外出口所能解决的 沈飞必须在歼三十一的设计理念 作战思想 技术水平 真正达到符合空军要求的高度 这是歼三十一真正出路 也是沈飞孜孜孜不倦对歼三十一 长期进行改进的根本原因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 到底是歼二十还是歼三十一上舰 本身受到的影响因素极多 歼三十一设计单位的设计水平 是否走出歼十一币的阴影 海军为隐身舰载机提供的资金是否充沛 海军航空兵所面临的战略局势变化等等 都将切实影响到舰载机的全形 即使目前歼二十的优势更大 也不能说是已经尘埃落定 对于最终的结果 我们拭目以待就好 但无论如何 这两家的动作确实需要快一点了